结婚纪念日那天,妻子说要陪她男闺蜜参加比赛,我生日那天,妻子说男闺蜜崴了脚,要晚点才能回来。 丈母娘心耿进医院,我发了数十条消息说妈妈病倒了她没理,拨去电话她急尽不耐烦,你妈得病,你不好好照顾,烦我干什么? 我冷声应道,进医院的是你妈。接到医院电话的那一刻,我急忙赶去了医院,路上给妻子林青打了无数个电话,还是无人接听。 手术室外,在我快把手机打爆后,她终于接电话了。 我还没开口,林青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下航,你有什么事?话音刚落,我听到林青英明了一声,随后说了句别闹。 我顿了顿,妈在医院做手术,你快点过来吧。 林青不耐烦到你妈得病,你不好好照顾。 烦我做什么?文言,我的声音也冷了下来,躺在里面的是你妈。 下一秒,电话被挂断了。 听着林青的声音,像是刚睡醒,我打开了我们停留在昨天晚上的聊天界面。 她说加班太晚,怕打扰我休息,要回丈母娘家睡,但刚刚送丈母娘来医院的是对门邻居。 而且,林青电话那头的声音分明是个男人。 还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林青带着周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医院。 周成,林青的男闺蜜,我们两个互相看不顺眼。 我讨厌她,总是插足在我和林青的生活里,她觉得我配不上林青。 看了一下时间,不过二十分钟林青就到了,可从丈母娘家到医院要四十分钟。 林青一见到,我就急忙问到妈妈怎么样了。 我不打反问妈出事的时候,你在哪? 你昨天不是说在妈那边住吗? 林青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查岗,还没说话就被周成一把拉到身后。 下行,有病吧你,一大早就吃火药了,没事冲青青吼什么? 阿姨都病倒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发脾气,真不知道青青图你什么才会嫁给你。 我只冷冷看着她,不为所动。 虽面无表情,但内心已经掀起惊天骇浪。 难怪刚刚我觉得男人的声音耳熟,现在一听到周成说话,我就确定了电话那头的男人就是他。 林青见好就收,从周成身后走出,高高在上地问道妈到底怎么了? 我冷冷地说了心肌梗塞四个字后,就再也一言不发。 等待中,我发现周成的脖子上有一抹红痕。 又过了半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 林青快步上前,询问丈母娘的情况。 走动间,肩后的头发滑落到了前面露出了后脖梗上的红痕。 我眼神一暗,心里有了一个猜想。 林青出轨了,出轨对象正是她的好闺蜜周成。 我和林青刚谈恋爱时,每次约会她要带上周成。 我想和她牵手,她却总是躲在周成身后。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害羞,时间长了我也不免吃醋, 于是委婉地和她提过以后约会能不能别带周成。 她立马翻脸。 下行,周成是我闺蜜,我们刚在一起, 她不放心,想帮我把把关而已。 见我沉默不语,林青又软了语气跟我解释我和周成真的只是好闺蜜, 没认识你之前,她也帮了我不少。 我只是不想拒绝她的好意。 看着林青自责的表情,我叹了一口气,认了。 因为爱她,所以我忍受了她的一切。 因为信任,所以我没有怀疑过她们。 但她们却把我的信任当成无知。 丈母娘一醒,林青就握住了她的手, 语气哽咽妈,都怪我,今早我不该和周成出门, 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我时刻盯着丈母娘的表情, 自然没有错过那一闪而过的诧异。 丈母娘拍了拍林青的手, 笑道不怪你,是我看到小周来了, 想去买点好菜咱仨一起吃个饭。 看到周成一脸自责, 丈母娘一把拉住周成的手, 满脸慈爱小周, 都怪阿姨自己不小心, 跟你没有关系。 听着她们的对话, 我悬着的心还是沉了下去。 本来以为丈母娘对此毫不知情, 现在一看, 她不仅知情, 还帮着林青打掩护。 所以, 以前丈母娘替林青和我报备的电话里, 有多少次是在帮她们遮掩。 她们一家真是好的很。 这时, 丈母娘终于发现了, 站在床尾默不作声的我面上带了愤怒。 下行, 这么久了还没个眼力见, 周成毕竟是客人, 你就这样让她站着。 我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妈, 你才刚醒就别瞎操心了, 免得又心梗, 她们有手有脚, 自己会找地方做, 我公司还有事, 先去忙了。 真不是我找借口偷溜, 方案没写完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 估计再待一会儿, 她们又该让我当冤大头了。 从前的我不用她们说, 自会把一切都打点好, 但现在我不想干了, 我把她们当家人, 她们只拿我当自动取款机。 果不其然, 刚到公司不久, 椅子都还没坐热, 林青的电话就打来了, 让我给丈母娘请个护工。 我说了一句没空后, 就把电话挂断了, 坐在办公室里, 越想, 心里越不是滋味。 于是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后, 就直奔她开的酒吧。 酒不醉人人自醉, 刚喝了几杯, 我就借着酒一发酒疯, 把林青和周成骂了一顿后, 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我想不明白, 我和林青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大四实习那年, 在公司认识了一同实习的小我一介的林青。 虽说家庭结构相同, 但林青却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 在她的感染下, 我越来越敢直面给我带来自卑感的单亲家庭。 几次约会过后, 林青说她喜欢我, 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于是我和她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虽说有周成这个灯泡的存在, 但我一直相信林青是爱我的。 朋友听到了我的喃喃自语, 疯狂地摇晃着我, 一脸恨铁不成钢。 下行, 你给我清醒一点, 别酒醒了又去给林青当舔狗。 你自己想想她对你和对那男闺蜜的态度有多双标, 见我不语, 朋友又下了一剂猛药。 你该不会是忘了上次郊区那套房怎么没的? 我怎么会忘? 大学毕业后, 我在郊区买了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但不常住, 就把钥匙给了林青。 订婚后, 我让她搬过来一起住, 本以为会被拒绝, 没想到她同意了。 前一秒我还欣喜若狂, 下一秒林青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她告诉我, 交去那套房子她让周成住了。 我怒不可遏, 头一次和林青吵架, 外面施工队的声音都盖不住我们的吵架声。 吵到后面, 林青冷冷地看着我只不过是让她先住, 又不是送给她, 那点房租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但对周成来说, 好歹能有个安稳落脚的地方。 林青为了周成的创业, 把她自己钱全投进去, 我都无所谓, 可这房子是我拿自己的存款买的, 是我担心她的安危, 才让她过去住。 凭什么她想给谁就给谁? 那一次吵架, 还冷战了一段时间, 两人似乎都忘了再过几个月, 我们就要结婚的事情。 没过几天, 林青主动服软, 在家准备了烛光晚餐, 第二天我们又和好如初, 林青趁机把婚期提前, 我怕夜长梦多, 同意了。 说到烛光晚餐, 我想到了刚刚林青给我发的消息, 说她在餐厅订了包厢, 让我过去。 林青只有有求于我的时候, 才会对我献殷勤, 我本想拒绝, 但又想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 饭桌上, 没吃几口东西, 林青就疯狂给我灌酒。 我刚醉倒在桌上, 周成就来了。 他们接下来的对话, 像晴天霹雳当头一击, 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周成踢了我的椅子, 一脚冷哼一声, 他要知道自己当爹了, 还不得乐风。 什么? 林青怀孕了? 我本想睁开眼问个清楚, 但意识到现在在装罪, 只能忍下。 不是没有向林青表达过 想要孩子的想法, 但每次他都说我们都还小, 工作又忙, 不适合要孩子。 我就没有再提过此事, 只想顺其自然, 现在在我下定决心要离婚的时候, 他说他怀孕了。 林青和周成刚把我搀扶进丈母娘家, 我就醒了过来, 丈母娘一见我睁眼, 指着我破口大骂, 下行,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轻轻都怀孕了, 你还带他出去喝酒, 还喝成这样, 这大雨天的, 小周特意开车去接你, 如果孩子和小周有什么意外, 我不会放过你。 我激动又疑问地看向林青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林青一脸娇羞, 老公今天去医院检查才知道, 原来我怀孕一个月了。 说完, 从桌上拿过体检报告递给我。 我妈撒着手里的纸张, 眼神晦暗不明。 一个月前, 我在外出差了半个月, 回来后也忙得脚不沾地, 根本没见过林青。 我余光撇过周成, 林青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什么? 是谁的, 不言而喻。 我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没有揭穿他, 既然他想眼, 那我就配合他好了。 我强忍着要掐死林青和周成这对狗男女的冲动, 勾唇浅笑。 真是太好了, 我盼这个孩子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说完, 我强忍着恶心俯上林青微微隆起的肚子, 眼底满是温柔。 丈母娘喜笑颜开, 正好这段时间让青青住在我这里 安胎, 你先转个十万块给他娘俩买些营养品。 丈母娘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贪心。 当初和林青谈恋爱时, 她就知道了我家里有钱, 要我给他们买着买呢。 结婚前非要我在市中心买一个大平层, 加上他们母女二人的名字, 还要一辆不低于六十万的车, 彩礼又狮子大开口, 要了八十万。 当时我也是被林青迷了心窍, 一一应下了这些苛刻的条件。 我妈见我态度坚决, 劝阻不了, 给了我一张卡后, 和我断了联系。 可我没想到断绝关系得来的前转眼, 就被丈母娘送给了周成。 美其名曰周成父母死前, 把周成托付给她。 周成相当于她的儿子, 她有义务照顾好周成。 周成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 还用她照顾。 想到这些, 我双手一贪妈, 最近公司经营状况不好, 我一连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这段时间麻烦你先垫着。 到时候我双倍还你。 林青疑惑开口上次你不是说谈完合作有奖金吗? 我面不改色奖金年底财发, 而且公司为了上次的合作, 投入太多, 现在入不敷出了。 周成在一旁讥讽下行你这总经理, 当得真憋屈, 不如你来我公司做事, 我绝不拖欠你工资。 我鄙夷地看了她一眼, 没有搭理。 走出丈母娘家后, 我给侦探发了一个新的任务, 让她改去调查林青怀孕一事。 过了一周, 侦探才把我要的东西寄给我。 监控里, 两个多月前, 林青就去体检了, 在我出差回来的前一天, 还和周成去做了产检。 许事见我没有起疑心, 林青和周成越发大胆, 竟直接在外面密谋杀我骗保一事。 让我当冤大头还不满足, 还想弄死我继承我的遗产, 好能和周成在一起。 我翻看着证据胸腔里的怒火, 几乎冲破胸膛, 我拿起手边的玻璃杯朝墙上砸去。 林青, 你们真是好得很。 拿着证据直接杀到丈母娘家, 正值午饭时间, 他们三人正有说有笑地在吃饭。 我上去把桌子一掀, 你们还有脸吃饭。 伤伤水水洒了一地, 林青看清来人是我, 尖叫起来下行, 你疯了。 我怒吼给我戴绿帽, 还以为我不知情。 现在还要我当冤大头, 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拿出那两段监控录像, 林青脸色一变, 你从哪里得来的? 我冷笑, 又拿出了他的产检报告, 林青, 你真让我恶心。 离婚吧。 林青不愿和我离婚。 我早就料到了, 我花三年时间做到了大公司的总经理, 是一个人人争要的香伯伯。 而周成开的那个小破公司, 虽有起色, 但还是无法支撑林青的开销。 不是他不想离我就离不了的, 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同意离婚。 发现林青出轨后, 我给一个常年住在国外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 托他帮我投资周成的公司。 朋友高中毕业后就常住国外, 偶尔回国, 林青也从不参加我们的聚会, 所以从未见过他, 我不怕林青怀疑到我头上。 提离婚后的第二天, 我发现周成从未对我开放过的朋友圈更新了一个动态。 文字是《拨开乌云见晴天》配图上, 周成正在和我的好友握手。 我好奇地点开了他的朋友圈, 发现里面记录着他和林青生活的点点滴滴, 大到生病住院, 小到给对方递一杯水, 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 忽然间, 我的目光停留在两条朋友圈上, 陷入了回忆。 生日的前一天林青告诉我他给我安排好了一切, 第二天只要等待惊喜就行。 看着林青一脸认真, 我开始期待生日形成。 但在约会刚开始不久, 林青接到了周成的电话, 说他崴脚了, 现在正在医院, 问林青能不能去看看他。 林青当时说完他晚点回来给我过生日后, 就抛弃了我, 马不停蹄地直奔医院, 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餐厅里, 满桌美食我却胃同嚼辣。 午夜十二点, 林青才从外面回来, 还指责我, 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医院看周成, 说周成是为了给我买生日礼物才受的伤, 又说我不懂感恩。 我当时想, 原来他还记得是我生日啊。 结婚纪念日之前, 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想给林青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但想到上次生日发生的事情。 我一再和林青确认他那天是否有空林青 每次都说有。 纪念日当天, 我在游乐园门口等了很久, 最后只等来了他的一个电话。 他说周成今天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比赛, 我得陪他。 我问他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只留下一句比赛开始了, 就挂掉了电话。 我安慰自己, 结婚纪念日没过不重要, 重要的是林青知道我没忘记就好。 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林青不是不知, 只是他享受两个男人为他争风吃醋的感觉。 我羁押已久的愤怒, 在这些朋友圈面前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我捏紧了一旁的玻璃水杯, 手上突然传来刺痛, 低头一看, 原来玻璃水杯被我捏碎了。 一些碎玻璃见到一旁的合照, 照片里的林青微微笑容。 宛如明媚的春花我忍着痛意取出相纸, 把他撕了个粉碎, 连同我那颗受伤的心一起丢进了垃圾桶。 处理好伤口后, 我给林青打了一个电话。 周一早上九点, 带好证件,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林青听后, 气急败坏下行, 你够了, 不要再拿离婚这件事来逼我和周成分开。 难道我对他们的厌恶还不够明显? 我不耐烦到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周一不来, 你就等着法院通知你离婚吧, 到时候你出轨的消息就人尽皆知了。 说到这个, 林青苦苦哀求我别离婚, 说他离不开我。 林青, 你是离不开我, 还是离不开我的钱。 周日一早, 林青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同意离婚, 但他要一百万。 我还以为是我没睡醒听差了, 又问了一句, 我还是听到了三个字。 一百万。 我勾起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我勾起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林青, 出轨的是你, 怀了小三孩子的人也是你, 还敢狮子大开口, 你净身出户都不为过。 我手里有你和周成同居的照片, 你不离也得离。 没钱拿, 林青自然是不答应离婚, 我二话不说, 直接让律师和他对接。 等到法院的工作人员找我们调解时, 林青才意识到我是认真的, 怕这件事闹大影响到他在公司的形象, 于是一早就等在了民政局门口。 从民政局签文字出来, 就看到周成和前丈母娘在一旁等着, 见我们出来, 二人上前围住林青, 助他脱离苦海, 还要他立马和周成扯政。 林青牵着周成的手, 笑到下行, 当初我广撒网, 只有你上钩了。 要不是你家里有钱, 我说什么都不会和你在一起。 走前。 周成还拿着离婚证 在我面前晃了晃下行, 那就多谢你这几年 替我照顾我老婆了。 我微微一笑, 不客气。 他们以为这是脱离苦海吗? 没有了我, 他们不过是重回深渊罢了。 中午十一点, 我准时到了一家面馆。 今天, 我约了李明见面。 李明是周成当混混时期认识的人, 他带着周成赌博, 之后又一直缠着周成, 让周成给他赌资, 周成一旦不照做, 就会被打个半死。 在他和李明混的那段时间里, 身上的伤就没好过。 热恋期间, 林青让我帮周成解决掉这个麻烦, 周成才有了安生的日子。 我把周成创立公司, 和我朋友合作的照片摆在李明面前。 同为混混, 如今他过上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 而你, 说到这里, 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明。 你不想要更多的赌资吗? 李明拿起照片, 恶狠狠地说你最好别骗我, 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 笑话, 李明似乎忘了我大学期间就有本事, 让他不能再纠缠周成。 我好心提醒对了, 周成的车和房写的都是他的名, 房车加起来不少于一百万。 李明目露惊光, 一脸兴奋地走了。 可不兴奋吗? 周成没钱时, 他都能时不时从对方手里炸出点钱来, 现在周成有钱了, 他的好日子也该来了。 后续的事情如我所料, 李明的出现和怂恿, 周成变回了当年的那个混混, 又开始了赌博。 手里的现钱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 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他开始怂恿我朋友加大投资, 可朋友突然撤资, 本就只有我朋友一个投资商的公司 彻底瘫痪, 破产了。 周成打起了林青手里的四十万的主意, 林青还不知道公司破产和赌博的事, 以为是要投资公司, 屁颠颠地就把钱双手奉上, 又央着周成给他股份, 周成为了钱, 自是答应。 输钱多了, 再加上林青的用处没有值钱大, 周成一不顺心就打骂林青, 丈母娘劝阻也一并被打。 我本以为林青会离婚, 没想到他竟忍了下来, 但也开始借口加班不回家。 我见不得他们的生活这么平静, 于是匿名给周成发了一张图。 图片上, 林青和他大富翩翩的领导举止暧昧。 周成顿时就炸了, 打印了几百张照片后, 杀到了林青的公司。 在周成的大力宣传下, 这下大家都知道林青是个出轨惯犯了。 这是闹得大, 为了公司形象, 林青被裁了。 这个领导的老婆是个暴脾气, 得知消息后也直接来了公司。 在公司同事面前狠狠地打了林青几巴掌, 林青脸上满是屈辱, 又不敢还手, 生怕流产。 他只能顶着红肿的满是巴掌印的小脸回了家。 这下林青一家三人, 没一个人有工作。 每天六目相对, 他们开始频繁吵架, 从以前的一两周一次变为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时间长了, 邻居们纷纷投诉。 但林青三人都是自私之人, 怎么会管他人死活, 还是一如既往地吵, 直到被邻居带人赌门威胁, 他们才清静了一段时日。 没多久, 周成借口邻里矛盾, 把房车都卖了, 换成了二手房和二手车, 拿着钱去了赌场。 林青总以为周成早出晚归是为了公司, 我不忍心见他被蒙在鼓里, 于是也匿名给他发了一张周成和李明勾肩搭背的照片。 林青又顺藤摸瓜, 才知道周成的公司早就破产了离婚得来的四十万, 也打了水漂。 带周成回来, 林青和他吵了一架, 说他赌树烂, 赌不赢钱之类的话。 周成此人, 脾气比本事大, 最讨厌别人看不起他, 听到一向崇拜他的林青说着贬低他的话, 再加上今天又没赢, 怒上心头, 就要去厨房拿刀, 如果不是钱账母娘拦着, 林青怕是要血剑当场了。 没多久, 周成又变卖了房车, 这次换成了更破晓的房子, 但他开始早出晚归, 还把那些钱都交给林青保管。 林青以为周成这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喜不自胜。 但我知道周成不是迷途之反, 而是想把林青手里的存款榨出来, 因为李明告诉他, 赌场的人说周成输得太多, 怕他不来, 所以后面几把都会让他赢。 趁着林青去产减的功夫, 周成拿着林青的银行卡去了赌场。 一开始周成只赶一万一万地下, 赢了几次后, 他开始信了李明的话。 全部身家都压上赌桌的那一刻, 周成仿佛看到了数不清的钱在向他招手。 点数开出来的那一刻, 周成一脸不可置信。 看到李明笑嘻嘻地接过赌场给的赏钱, 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当场把赌场砸了, 还扬言要去警察局举报他们。 经营赌场的能是什么好东西? 闹事又欠债的周成被剁掉了两根手指, 腿也被打断了一条。 当看到周成一身伤痕被人丢在家门口时, 林青和丈母娘都被吓坏了。 从周成嘴里得知他现在身无分文, 还欠了赌场一大笔债, 林青和丈母娘趁着周成养伤期间, 把这个老破小卖了, 二人偷偷回了老家。 断腿的周成被房东丢出家门后, 才知道林青他们做的事。 得知消息的我有些惊讶, 但又觉得合理。 以前他们不用为钱操心, 自然是觉得对方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可一旦有了利益冲突, 林青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真是应了那句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男临头各自飞, 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周成很快就追到了林青的老家, 声泪俱吓地说自己做错了, 他已经借了朋友的钱拿去还清了赌场的债务。 说完, 又拿出了两张出国的机票。 轻轻, 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 一向虚荣的林青答应了周成, 二人又和从前一样甜蜜。 在悬崖上欣赏日出之时, 周成从后面还住林青, 问他是不是为了自己什么都愿意做。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周成恶狠狠地把林青推下了悬崖。 草丛里的一个摄像机记录下了一切。 周成去了好几次国外的警察局, 但没有一个人理他, 就在他以为要拿到那笔高额保险金时, 我让跟踪他的人报了警。 在周成第五次去警察局说来旅游的妻子不见的时候, 他被靠住了。 在法庭上时, 周成还想不明白他完美的计划怎么就暴露了。 坐在观众席上的我看着周成, 颓废,手指残缺,腿瘸, 心里的怨气终于散了一些。 这些年他仗着林青和前丈母娘的宠爱, 无数次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现在是他遭报应的时候了。 因为监狱的鄙视链, 周成刚进监狱就被人收拾了一顿, 听说他每天不仅要替人干活, 还要挨打, 身上没一块好皮, 我满意地笑了。 在妈妈家喝茶聊天时, 电视里正在播报一则新闻, 经过线人提供的线索。 本地一个地下赌场已经被警方连根拔起。 当初在李明第三次带周成去赌场时, 我把消息透露给了警察, 警察接连蹲点了几天, 终于确定了这是一家地下赌场, 而且规模不小, 又部署了一段时间。 才顺利把这个赌场连根拔起。 顺藤摸瓜, 警察又找到了李明勒索周成的证据, 涉嫌金额太大, 恕罪并罚, 被罚了15年。 李明永远不会知道是我举报了他, 他和周成吞了我那么多钱, 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 毕竟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林青在宾死之际被游客发现了, 好在送去医院的时间不晚,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还是昏迷不醒。 支付医药费的任务就落到了钱账母娘身上, 他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也不够支付医药费, 于是一个电话打给了我, 小航, 妈求求, 你舅舅清清。 他还这么年轻, 到时候清清醒了, 你们复婚吧, 这么多年, 原来我和清清都被周成骗了, 现在才知道你的好。 小航, 给我们一个弥补你的机会。 我听完直接挂了电话, 弥补我, 是让我继续当冤大头吧? 还复婚, 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钱账母娘见我始终没有对林青伸出援手, 再加上杀妻骗保仪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于是在亲戚的怂恿下, 他开了一场又一场直播。 不是诉说林青的悲惨, 就是说他这段时间的辛苦, 筹钱的困难, 网友纷纷表示可以给林青捐款。 钱账母娘向来贪得无厌, 得了好处又动了其他歪心思, 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他开始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说我家暴, 还逼怀着身孕的林青离婚, 使乱中气, 林青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却没有来看过一眼, 这些故事让林青一家赚了不少钱, 钱账母娘靠着这些钱, 又过上了好生活, 甚至还签了直播公司。 钱账母娘在某次直播中, 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微博ID, 网友义愤填膺, 纷纷来骂我, 更有甚者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都扒了出来, 发短信威胁我, 给我寄花圈, 往我门上泼油漆, 我天天被挂在微博热搜上。 我也不急, 让他们蹦到了几天, 把网友犯罪的证据一一收集好后, 给他们发了律师函, 才把林青婚内出轨和他们三人密谋, 让我喜当爹和欲杀夫骗保的证据发了出来, 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脸。 收到律师函的网友消耗跑路, 想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其他网友这才知道自己的好心被人利用了, 让钱账母娘退钱。 钱账母娘也学人家消耗跑路, 可她没想到这届网友这么团结, 把捐款的数额和单号都收集好后去警察局举报她诈骗。 涉嫌金额太大, 警察也不能无视, 钱账母娘一口咬定钱花完了, 没钱可退, 这下被人肉的人成了她, 再加上她之前签了合同, 这次的翻车算是违约了, 她不仅要还网友的钱, 还面临巨额违约费。 看到这些人都受到了惩罚, 后续事情我再也没有关注。 就算我不关注, 也有人把这些消息告诉我。 那天在朋友的酒吧喝酒, 喝到一半, 她嘖嘖了两声, 又掏出手机和我八卦。 我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 时隔三个月, 再看到这些人的消息, 我的心情没有一丝波动。 原来钱账母娘砸锅卖铁, 都还不上这些钱, 于是在一个半夜。 刚刚清醒过来的林青, 眼睁睁看着她亲妈, 拔掉了自己的呼吸管。 在钱账母娘准备溜走时, 林青死死地抓着她的手, 暗示她给自己重新插上, 刚醒的她怎么可能是钱账母娘的对手。 很快, 林青没了呼吸, 等医护人员发现时, 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 林青身上本该好的身体上, 有着数不清的掐痕, 轻轻子子, 遍布全身。 原来钱账母娘对照顾半死不活的林青, 怨气很大, 每次给她擦身体时, 总要拧几下出气, 筹钱困难时, 也要动手撒气。 后来赚到了更多的钱, 钱账母娘更是不想伺候人, 下手越来越狠, 时间长了, 身上的青子就没下去过, 谁看了都要说一句造孽。 钱账母娘本以为自己可以开启新生活, 但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她刚下火车就被抓住了, 诈骗和故意杀人罪。 钱账母娘成功地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一个因对方而死, 一个因对方让自己吃上了国家饭, 从此衣食无忧, 还真是母女情深。 喝到兴头上, 朋友拍了下大腿, 我当年就说林青跟她那闺蜜不清不楚, 你当时还不相信。 又说还好你发现得早, 不然被推下悬崖的可就是你了。 是啊, 好在发现得不算晚, 还没来得及补救。